同样是财经焦点 昨天台股受到雅谷反弹带动 在陶波、食品还有苹果概念的 类股的领涨之下 小幅收红 只是成交量能萎缩不到600亿元 分析师郭修生就建议了 近期可以等待第四季上工机会 而他也看好光学还有软板类股 其他关盘重点 来看经济日报的就是论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